选择性贴上 那第一个你要先到那个气象局去抓资料 那抓个资料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要把这个资料 从那个网路上面抓下来 当然我要抓的是高雄 当然你等一下可以练习的话 可以再练习那个别的县市 或者是什么其他 像高雄台东也有嘛 然后其他像嘉义啊台中啊等等的 澎湖 你如果想知道说其他县市的一个气温跟降雨量 你看历年来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比如台北跟高雄差距多大 OK 那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复制的话一定是把横向的复制 1到12月的复制 那贴过来的话呢 你贴过来是横向 可是我将来是希望放纵向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1先选取复制 你可以按Ctrl-C 然后按右键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贴到这边要变纵向的 假如这边原来没有资料 我把它删掉好了 里面是空的啦 其实这个范围是从台北把它复制下来 这个范围删掉 那如果你要贴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范围Ctrl-C 然后呢 复制完之后呢 贴到这边按右键 记得关键地方这边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第一个的话转置 加上只有值 这两个一定要选取 如果你只有选的嘛 转置的话你贴过来 会变这样 白的 为什么 因为你贴过来 它里面还有格式啦 它背后是白的 所以你一贴变白的 OK 所以哦 那就错 错在哪里 就是差一个动作 所以要再做一次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然后呢 记得哦 当然如果你 你只有值没有转置会怎么样 变横的 有没有 它没有转过去啦 OK 就是这样啊 所以有的是 有的动作啦 如果你会 不会跟不会最后结果就是 人家早就做完了 你不会的你就是怎么样 假设你不会这个动作 你就只能怎么样 假设你不这个 你就变成这个要把它复制贴过来 这个复制贴过来 总共有12个加12个 24个 那你不就 就是要多做几次啦 OK 那当然呢 其实你说还没关系 反正多做啦 可是问题将来你资料一大堆 你永远做不完 好 那最后做完的话 把这个范围资料 把它什么 把它清除掉都OK了 好 那我们就完成高雄的部分了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想要知道 它跟台北之间的差异 有多大的话 那当然我又不想说 利用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手动绘图的话 那其实 你可以怎么改 特别是 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组合图 这个程式部分 那这段程式其实云端上也有啊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的第几页呢 其实从这个地方就有了 上个礼拜的东西 来嘛 这个 其实就是这段程式吧 其实就是 你拿这段程式来用 其实就可以用了 OK 原始的是这个 录完的程式 就这一段 把它做修改 那至于如果细节 你还是不太懂 可能就是把影片 这稍微看过 我想里面 因为我如果再重讲一遍的话 其实说真的 我们只有两个小时 两个学问的课 时间真的非常不够 所以请各位回去 自行再把这些影片 稍微看过 那 所以 这个地方 再来什么 我们如果今天希望 假设多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是组合图 也就是高雄 高雄的组合图好了 按下之后的话 我希望可以直接就在什么 一样的范围的下方 所以基本上 我要对照的应该 在这个位置的话 坐标左上角 应该是这个点 就是本来是F2 现在改成F7 F17 那宽度的话 一样是宽乘以10 高度一样是乘以14 不变 只是资料来源呢 本来是在上面 那个资料来源 是好像B2到D15吧 那现在改成什么 跟你讲 改成 应该从这边 从这边才对 从B2到D15 改成B18到D30 所以喔 假如你要改的话 怎么修改 第一步的话呢 一样找到 刚刚那个 我们的城市部分 就这一段 刚run的这一段 然后这个是台北的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个城市复制一下 其实这一段城市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一段 所以你上个礼拜 就这一段 一模一样 OK 所以你上个礼拜 假如说你没有做正确的话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 第7页 组合图聚集这个 那这个是台北的 那我如果把这个范围 假设如果你没有这一段 其实我如果把它直接这样贴上去 一模一样 OK 没什么变 然后可以把这一段怎么样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改一下 组合图也许这个叫高雄好了 好 名称第一个不能一样 组合图聚集 把它改成组合图高雄好了 那可是问题啊 我要绘制的地方 不能跟上个礼拜的位置一样 因为它绘制在这里 是F2的左上角 那如果要变更的话 一定要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哦 改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lice 这一行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这一行其实是多余的 第一行其实可以删掉 不需要 那首先的话 其实你只要看到F2 其实都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F多少 F17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步哦 如果你看到F2把它改成F17 其实只要改这两个数字就可以了 那个lamps跟top 左上角的坐标 那你想说 那这个地方宽度跟高度 对不可以改 其实不用改 因为F2跟F17的宽跟高是一样的 所以后面这两个可以不用改 第一个哦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底下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叫做sourced data 就是资料的来源 资料本来是B3到D15 可是问题我范围不一样啊 我应该改多少 应该是改B多少 B18 D的多少 往下看 D的3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它改成这个D的30 OK 所以第一个哦 这个F12 两个 然后范围变更了 其他还要不要改呢 其他其他 哦 这个地方 本来是台北的哦 现在把它改什么 改高雄就好 好 基本上哦 这个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哦 主要是把 一这一段程式哦 复制贴过来 这第一个动作 二的话呢 把这个名称变更 这个第二个哦 第三个的话呢 改这两个 第四的话呢 改这个 还有没有 没有了啦 OK哦 所以其实啊 如果你要把高雄做出来的话 其实第一个啦 你这个资料有 如果这个资料有了之后 那就按照1234 是 应该简单吧 OK 只要不要 这个 这样第一个啦 你可能要稍微看懂一下 城市 的位置哦 OK哦 上面都英文的啦 不过至少都简单 就是基本的一些语法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 执行看看 OK 所以哦 这个地方把它执行 点一下这个执行 看一下高雄有没有绘制出来 高雄的降雨院就绘制出来了 最后呢 当然哦 我们就是在这边再增加一个按钮 把这个按钮我喜欢复制 把它贴到底下 然后把这个组合图改成 重新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的具体叫 那个名称叫什么 组合图高雄 在这里 组合图高雄 然后把这个名称 把它复制一下 那就顺便呢 把这个组合图高雄的按钮也做出来 那当然有个三图 三图 然后台北 再来就高雄 这样OK了 那 再来的话呢 当然哦 最重要的是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到底呢 高雄跟台北 第一个 气温部分你会发现 好像气温 明显的它有高一点点 这个气温好像全年 在冬季会比较明显 那降雨量的话 其实最大的差异 你会发现 高雄除了 五月到九月好像 降雨量比较明显之外 其他月份几乎都不下雨了 OK 也就是说现在 十二月 一直到三月四月 几乎都不会下雨 哇 那真的蛮好的 都不会下雨 等于出门都不用带雨伞 那而且 这个 今年的那个 好像五到九月没有台风 没有台风也没下雨 所以其实好像现在夸做旱灾了 OK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南北的差异 在降雨量其实还蛮明显的差别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台北的这一个降雨量 跟气温部分 再重新制作一个高雄的这个组合图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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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